今早去到茶餐廳 有做律師客人說昨日被一個客人煩到嘔 客人出價買一個單位 但又不下訂 律師已經提醒買家 不下訂指示雙方得個信志 對方不買可以 買家不買又沒問題 買家說對方是名人 已經認成 還為何要下訂 萬一不買 他沒有損失 律師說都要下訂才有得賠償 合約是對雙方都是一樣 對買家來說 買家不買 可以殺定 對買家來說 買家不買 可以要求賠償 但律師說買家一意孤行 指示簽了一份沒有訂金的買賣合約 結果買家最後不賣 買家說要告上法庭 律師叫他不要浪費律師費 老闆說不要講做買賣一定要下訂 就算去賭錢 不下注怎麼可以要求賠錢 賭場都講到明買手指賠手指 如果賭仔沒有下注要求賠錢 一定會被賭場的人打到心口變女人 我覺得老闆此言差異 香港有不少人不知道沒有下注 追什麼數這條道理 不過 那些人大多數去了英國 跟身廣州 跟旅行 得策 存一